就是说8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2%的费用 这个interest rate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利息环境下 就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嘿大家好 多伦多地产经纪Annie好久不见 恢复工作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我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个holiday Christmas和New Year你都去哪里玩了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看了我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 我们是全家七口去了华盛顿DC 我们家老大是5岁 他这个时候会吸收很多东西 就开始对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 引起了气候变化 从而导致了恐龙灭绝的这一段故事 就特别感兴趣 这三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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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只能含着地球和火 我最近收到了一封信 所以想借着这封信我想起一个课题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了解 分享给大家 这是一个很便宜的资金渠道 那在现在这种高利息的环境下 也许这个资金你可以拿出来使用 这个就是我的信用卡公司寄给我的一封promotion的信 促销的信 像正面就不给大家看了 那他主要讲到的是一个动作 叫做balance transfer 就是把这个信用卡的额度拿出来可以用 像我之前一提到信用卡 我觉得就是我积累信用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信用卡里面透支钱出来 就觉得哇 这个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利息 好超级贵 我绝对不会去做这个动作 但实际上的balance transfer 在这边是一个经常 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啊 信用记录不错的话 你可能经常收到这个各个银行和借贷部门的橄榄枝 那他会定期发了这个offer 好那你比如说像我收到了这个offer呢 它就是0%的interest 然后是2%费 也就是说那打个比方哈 如果我想从这里面透支1万块的话 2%费就是200块可以让我使用到2024年的8月底 也就是说8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2%的费用 那你算下来差不多一年可能就是3%的费用 哇那这个利息 这个interest rate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利息环境下 就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钱提出来 那产生的费用呢 它会因此的马上出现在你的上面 然后这个钱你拿去用 可以也许可以还掉一些更高利息的借贷 然后或者是做其他方面的投资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在这个offer到期之前 你再把这笔钱放回去 好所以比如说我这个offer 它就是接时到8月底 好8月底 所以我8月底还回去 比如说我借拿出来1万块 那账上显示是10200 那我还回去还是10200 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 但如果你超出这个时间 那它就按照信用卡 19%还是20几个percent 就会产生利息 好所以这个钱拿出来用 用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资金渠道 first ride this year That's ok ok 趴到最前面 趴 趴 趴 ok 好 Let's do it 好 那关于整个2024年的房市 动态上来看 其实呢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买家非常的跃跃欲试 我建议资金到位 而且收入可以的朋友 现在真的是可以入市进行考虑 因为买家从来没有消失过 都是在观望 所以呢这个价钱在很多地区 就是下调了很多 那现在也许是一个入市的好机会 如果你对北部社区有任何问题 或者感兴趣 欢迎留言给我 多伦多整个今年冬天就是暖冬 所以就很暖和 都没有怎么下雪 现在已经是1月11号了 算是今年第一场 好像 well maybe第一场第二场比较像样的雪 所以带这个小家伙出来 就在我们家旁边 tobagon一下 啊 这个坡实在太小了 然后这周末开始就可以去滑雪 报了一个滑雪课 在多伦多冬天 其实就是玩雪 玩冰 这是一个主要的项目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冬天的项目的话 那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特别期待这个季节的到来 吃下来 吃下来 我没打算 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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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来